母亲节即将来临陆古乡公所日前热闹办理表扬活动 为十三村的模范母亲以及地方上的机油损农进行表扬 当天现场养育着温馨热闹的节日氛围 好 今天是我们陆古乡公所办理一百一十二年度 模范母亲表扬活动还有机油损农 对 然后这次我们表扬的模范母亲是由十三村 办公处所推选出来的 然后我们今年呢 推那个竹风的模范母亲 曾善文女士参加谢府的表扬 那我们基于损农呢就是参加我们陆古果菜市场 损农 叫东损的那个损农 对 然后我们取前七名 在此呢代表我们陆古乡公所及我们的乡长呢 祝全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 然后呢 母亲姐快乐 陆古乡名代表会主席林志宏的妈妈 陈月桃女士 也代表主任春荣后模范母亲 林主席感谢母亲的辛劳付出 祝福她与每位伟大的妈妈 节日快乐 我妈妈这边受到来工作的表扬 在到我们陆古乡的模范母亲 我妈妈是一个很辛苦的杂人 她是我们五个儿子 14人都由我们家庭的付出 这边呢在到模范母亲的殊荣 实在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工作 我如果在这个机会 在那儿祝福我们妈妈母亲的快乐 然后祝福我们陆古乡 所有辛苦的母亲 母亲的快乐 仙女吴瑞芳感谢陆古乡工作的用心 帮你这场相当温馨热闹的表扬活动 再次也祝福每位妈妈 母亲姐快乐 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我们母亲姐快到了 今天在我们陆古乡 三民主义家举办模范母亲 还有基优孙龙 表扬大会 我们想定秋香杂非常地用心 跟共受这些团队 所以我这边预祝母亲姐 大家能够作为母亲的人 能够母亲姐快乐 议长和尚丰肯定陆古乡工作的用心规划 再次也祝福每位 劳苦功高的伟大妈妈们 母亲姐快乐 感谢各位对于家庭的付出与贡献 记者卢凯陆古采访报道